伍师嘴里吐出了龙来淘气 镇展淘风的新年赫茨 朝人现场气氛 15号上午 桃园市政府在初六开工第一天 准备了热闹的古月和舞师 为同仁加油打气 并由桃园市长张胜正率领 一级机关首长 举行新春团拜 乡市府同仁们送上新年祝福 张胜正感谢过去一年来 市府宛如大家庭 齐心推动政策 期盼年假能让大家养精蓄锐 继续打造宜居大桃园 我们今年大家加把劲 养精蓄锐已经好了 大家今天上工了 好好的聘 我们今年再交出一个亮丽的成绩 谢谢我们所有市府同仁 去年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承诺 都一岁尽 今年比去年更挑战 但是我对大家有信心 我对我们所有的家人也有信心 当我们形同一家人一起在打拼的时候 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新的一年 我鼓励大家发挥我们的创意 在市政上面 该花钱的每一块钱都用在刀锅上 然后更重要的是每一位同仁 发挥自己市政的创意 花小钱做有创意 市民有感的事情 这是我们期待今天大家的领域方向 赵胜镇也回顾去年的施政成果 一共推动了约有150多项 照顾到各年临层的政策 实践全灵照顾 他感谢市府同仁们的努力 并分享在新村发福袋时 所收获的民众反馈 接下来也会继续就数位治理交通 禁令摊牌的面向来继续加油 桃园是一个所有的市民 都被妥善照顾的城市 我们叫他做全灵照顾 过年期间在某个公寓 发挥带的时候 有一家人四个人 一对夫妇跟两个小孩 那小孩我看起来应该五六岁不到 还没有开始上小学 那位太太拿福袋的时候 就很激动的抓了我的双手 说谢谢你救了我老公一命 她的老公肺癌被检出 要临起来一起 赶快去做治疗 所以这个太太非常感激 我在想说这个老公 如果真的万一没有检查出来 走了 这两个可能还没有上小学的小朋友 跟这些年轻妇女 后面整个部位置 那么接下来这一年 我期待我们更会强化 我们的数位治理 不管在交通方面 在产业发展方面 在永续方面 大家都知道 进行叹排 现在是所有 全世界国家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城市的挑战 除了主管门的大团拜 现场也发放糖果 给市府员工吃点甜头 要在开工第一天 激励大家继续努力打拼市政 打造桃圆成为已居智慧城 既有点明天 既有点明天 台湾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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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宜